大家好,我是能動,登登一張,我會玩一個YouTube 跟照片,先登,先登個冰箱 去過,先登個冰箱 左邊,左邊,請登個冰箱 我們,開動相關的,同時,都要有個女 然後,這邊是,我們先登個冰箱,等個冰箱,等個冰箱 然後,再位置信 登個之後,再拖登了,我們先登個冰箱 然後,我們現在,台風的那個, 你處理一下,車車的登口,那個冰箱 這邊是有一個斜度的 但它是斜的 好 有一個鐘線 上面都是斜的 還有一條橫的鐘線 我們就感覺到這個面是斜的 然後我們去切這個圓 所以切出來的圓是有一點變形的 就不是我們一般正面的看到 那種圓的形狀 它會有一點變形的 然後畫的時候留意一個很大軟的頭線 其實這條線 其實這右邊的半個圓 就會比較大 左邊一點 因為它會有點緊 那這些是很輕微的一個變形 然後畫這個 兩條線 會有一個斜度的 就是在這邊 蓋大越小 蓋大越小 這樣 慢慢去 如果在後面就收得越差 然後到了後面 我們大概去看一下這條線 看看它會有多長 我們用那個顏估計 它會比這條的長度 稍微再長一點 稍微再長一點 然後到這個位 然後然後畫它的圓 如果你覺得自己不是太長 這個圓的弧道 你可以在這裡 還可以畫一個圓 可以畫一個圓這樣 跟前面一樣可以切出 我發現這裡其實是可以再勾勾一點 我們現在撐一下 先試一下 我會覺得這邊其實有點太突出 我先修改一下 抽完之後 把陰影的形狀畫出來 可以再畫一圓 出來之後 還是一樣的 我們先稍等一下 OK 可以塗上圓 然後開始 跟前面的地方可以越深 最新的地方一定是一個銀加雷線 銀加雷線開始去圖 下面都是一個暗面 因為銀加雷線是一個發光位 除了發光位就放輕一點 還是一個淺深的關係 這兩個面就不會完全是一片芝麻的 然後去到 我們先看看光線 這邊是最高的 這裡就是一個灰面 這裡也會有一點偏灰 好 現在注意灰到這個銀加雷線的地方慢慢加深 因為這樣它就會很自然的 有一個角度 OK 好 現在我們會看到一個很強烈的光 這邊很輕引上一層淺灰色 如果你是用那種木筆 你可以用B或HB去上 因為它本身的顏色是很淺的 而且這兩個面顏色比較接近 所以在這個地方可以加深一點 兩邊就會推分得輕一點 這邊最淺色的都是輕上一層 很輕的 對 戴字就是這樣 然後再深一點點 這樣就OK 然後我們講的 投影和後面 其實就不需要保留太多四條 所以插得可以一點點 插得沒問題 就是在後面的地方 先這個反光位 然後再等多特色 對 是 那總是回到後面 就是 可能 你能不能摸摸摸摸